新政府查党产真的是不遗余力 今天的不当党产委员会再度召开记者会 还拿出了内政部的资料 来指控说国民党连续三年都是超支破亿 就是他们使用了不当党产的证据 而且还要国民党自己去读条例 不要再想着拿不当党产来付薪水了 而党产委员会成立至今呢 内部的人事问题也从来都没有退烧 顾力雄忍不住在记者会上自爆了 说自己当立委的时候 薪水就从不小气 就全职的助理我没有付过 低于四万八千块以下 一说出助理薪水全场惊呼连连 因为来因指控顾力雄助理 从立院调到不当党产委员会 月薪三万元跟着三级跳 不怕别人羡慕 直接说出确切数字 因为委员会的人事问题 顾力雄真的已经回答你 政党合法的收入的科目里面 那么每年的经费的收入 都不足以支付他的经费支出 因此他现在所有相关的支出 也合理的推定都是以不当 被推定为不当取得财产的部分 来做支出 委员会特别调出内政部政党收支资料 发现102年到104年 国民党的亏损都是十亿起跳 现在还能营运斩钉截铁认定 就是还有不当党产 的确我们是绝大部分 是依赖这个我们的投资所得 来推动我们的党务工作 那么因此这个法律 这部法律以及这个委员会 它第一个这个认定的方式 就是我们就中投这个公司 新玉台公司的财产收入来源 是属于不当的话 那当然在账面上会有 您刚才所提的看到的这个现象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也几乎确认中投跟新玉台 就是国民党赋随组织 10月即将召开听证会 顾立雄态度很明确 在那之前资产禁止处分 通通冻结 国民党不可以再将 不当取得的财产的部分 用来知意不管 他所讲的任何所谓的必要的开机 员工的薪资应该是法定的义务 这一点是毫无这个任何争议的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法定义务的话 它就完全不受该条例第九条 第一项的一个文字的一个限制 即便国民党认为财产认定 应该是法或不法 不是当与不当 但顾立雄摆明没钱付薪水逆家的事 国民党只能摸摸鼻子 继续找出路 欢迎新闻苏云宽黄云成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